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一个重大国际新闻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并收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不仅祝贺苏林 还强调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双方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和共同利益 习近平希望在苏林的领导下 两国能够深化合作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走深走实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苏林也在当选后表示 将继续推动越南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并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总的来说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越南政治领导层的重大调整 也预示着中越关系将迈向新的高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8月3日 北京的晨光洒在中南海的红墙上 习近平的办公室传出一封重要的电报 这封电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亲自发给新当选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的贺电 新华社的报道迅速传遍了中国和越南 引发了两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达了对苏林的真诚祝贺 称赞了越南共产党近年来在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诸多成就 他表示 越南在贯彻落实13大决议精神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相信在苏林的领导下 越南全党和全国人民将胜利完成13大的目标任务 并顺利筹备14大 习近平的言辞中充满了对中越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 他提到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历史悠久 友谊深厚 特别是去年12月习近平对越南的国事访问 两国共同宣布了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这封贺电不仅是对苏林个人成就的认可 更是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 星岛日报的报道提到 习近平希望苏林能够与他一起 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弘扬传统友谊 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战略沟通 推动务实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在越南首都河内 同一天上午 越共中央第13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也在热烈的氛围中落幕 苏林全票当选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这一消息在越南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香港电台报道称 苏林在发表当选讲话时 承诺将继承和发扬前总书记 阮富重的疑讯 继续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苏林的当选 不仅是越南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要变革 也是越南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苏林 这位新任总书记曾在越南政坛上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表现 她的领导风格务实且具有前瞻性 深受党内外人士的尊敬和支持 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 苏林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她的当选被认为是越南继续深化改革 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一步 然而 在庆祝苏林当选的同时 越南也在悼念前任总书记软富重的离世 据星岛日报报道 习近平不仅通过贺电表达了对苏林的祝贺 还派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率团前往越南 代表他调咽软富重 软富重在任期间 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去世令中越两国人民深感惋惜 习近平亲自到越南驻华使馆调咽软富重 充分体现了中越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尊重 软富重的去世无疑是越南政坛的一大损失 但苏林的当选为越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动力 苏林在接下来的任期内将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她需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 继续推进经济改革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此外 苏林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越南的独立自主和积极作为 进一步提升越南的国际地位 中央社报道提到 苏林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的祝贺 并强调越中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广泛的合作基础 她指出 越南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愿意在新的历史时期与中国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在贺电中提到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与越方一道 继续秉持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 木林友好 全面合作的方针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成果 此次习近平的贺电不仅体现了中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也展示了两国在新时代背景下 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意愿和决心 未来 中越两国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进一步指出 习近平在贺电中强调 近年来 中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取得了显著成果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越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苏林在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发表讲话 表示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开放事业 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苏林还强调 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此次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标志着越南政治领导层的又一次重要调整 苏林在越南政坛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影响力 她的当选被认为是越南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苏林在担任越南国家主席期间 积极推动越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远远流长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两国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中越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中越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例如中越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项目众多 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多个领域 中越铁路合作项目是两国合作的典范之一 该项目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和货物往来 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贸易投资方面 中越两国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 双边贸易额逐年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越南也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此外 中越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两国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 互派留学生等方式 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总的来说 习近平向苏林之贺殿 既是对苏林当选的祝贺 也是对中越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中越两国将继续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并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 做出积极贡献 苏林的当选 标志着越南政治领导层的又一次重要调整 未来在她的领导下 越南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当地时间2023年8月3日 越共中央第13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越南首都河内隆重举行 会上 苏林当选为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这一消息迅速在越南国内外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苏林在越南政坛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显著的成就 她的当选被视为越南迈向未来发展的重要一步 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苏林发出了贺电 祝贺她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近年来越南共产党 深入落实13大决议精神 着力推进党的自身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开放事业 取得了新的成就 习近平对越南在未来实现 13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充满信心 相信在越共中央的领导下 越南全党和全国人民 将胜利完成既定目标 为14大的筹备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贺电中强调了 中越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和战略合作关系 中越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在2022年12月 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双方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为两国关系开辟了新的征程 习近平希望在苏林的领导下 中越两国能够继续深化个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造福两国人民并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 做出积极贡献 苏林在担任越南国家主席期间 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的领导风格被认为是务实且具有前瞻性的 深受党内外人士的尊敬和支持 苏林当选后表示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开放事业 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苏林还强调了越南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 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此次苏林当选也标志着越南政治领导层的一次重要变革 他在当选后的讲话中承诺 将继承和发扬前总书记阮福重的疑讯 继续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阮福重在任期间为中越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去世令中越两国人民深感惋惜 习近平不仅向苏林志贺电 还派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率团前往越南吊艳阮福重 充分体现了中越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和相互尊重 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合作 近年来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取得了显著成果 例如中越铁路合作项目 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和货物往来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越南也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习近平强调 中越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习近平表示 希望在苏林的领导下 越南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国家发展 迈上新台阶 未来 中越两国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总的来说 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标志着越南政治的一次重要变革 也是中越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习近平的贺电和调研活动 充分体现了中越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和紧密合作 未来 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对苏林的贺电 首先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这种关系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孙权 彼此合作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习近平提到 希望在苏林的领导下 中越关系能进一步深化 甚至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 你们看 这不就像是朋友间互相支持 共同进步吗 哎呀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把政治外交说成了朋友圈聚会 别忘了 不是所有的山水相连都是好事啊 听说过西游记里的白骨经吗 明面上是你朋友 背后下刀的事可不少 中越关系中也有不少复杂的利益纠葛 说是命运共同体 但一旦利益不再一致 两国关系可就没那么铁了 谢琪琪 你的比喻也真是天马行空 说到利益纠葛 不得不提到一带一路倡议 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合作平台 从基础设施到贸易投资 中越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虽然各有各的算盘 但在关键时刻 大家还是能齐心协力 共同打倒大老虎 楚天书 你这话倒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了 看似一片好意 其实背后暗藏玄机 中越合作确实有成绩 但也别忘了 越南在很多国际事务上 可不都是一边倒向中国的 有时候越南更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表面上跟刘备合作 但心里盘散着自己的小九九 中越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 双方可是常常碰撞火花的 谢琪琪 你的历史典故用得真是妙啊 但咱也别总是唱反调 中越关系虽然有波折 但总体趋势是向好的 历史上 两国曾共同抗击外敌 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如今 经济合作 文化交流 也在不断深化 你总不能因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一时失忆 就忽略了他和林黛玉之间真挚的感情吧 楚天书 你这是在玩感情牌啊 不过既然提到感情 我就不得不提《西乡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了 感情再深 现实的压力也不能忽视 中越关系也是如此 再怎么谈友谊 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 苏林的当选 确实为越南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也可能意味着他更会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越南的独立自主性 不会轻易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习近平向越南新任总书记苏林志贺电 祝贺他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这封贺电不仅仅是 礼节性的祝福 更是对中越两国深化合作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中越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有着悠久的友谊和广泛的共同利益 这种关系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体现 更在文化和历史交流中得到了印证 习近平的贺电同时也传达了中国愿与越南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高度的愿望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次贺电无疑是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深化 苏林的当选不仅是越南政治的一次重要变革 也预示着越南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作为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和卓越表现的政治家 苏林的务实和前瞻性领导风格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尊敬和支持 习近平的贺电明确表示他愿意与苏林一道 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共同弘扬传统友谊 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战略沟通 推动务实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这些话语不仅是对苏林个人的包扬 也是对中越关系的高度肯定和未来合作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习近平还派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率团前往越南 代表他吊艳已故的阮富重 阮富重在任期间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去世无疑是越南政坛的一大损失 但苏林的当选为越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动力 苏林在接下来的任期内将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需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继续推进经济改革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他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越南的独立自主和积极作为 进一步提升越南的国际地位 这也意味着中越两国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 苏林在发表当选演说时 承诺将继承和发扬前总书记阮富重的疑讯 继续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他还强调越南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 将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国内外关切的回应 也是对继续深化中越关系的承诺 习近平的贺电和调研活动 再次体现了中国对越南的高度重视和两国深厚的友谊 中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远远流长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总的来说习近平向苏林制贺电既是对苏林当选的祝贺 也是对中越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中越两国将继续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并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随着苏林的当选和习近平的期望 中越关系必将在新形势下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两国人民期待着这份友谊和合作 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实际的好处和发展的机遇 为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